刚才马哥掏出邦邦的这一刻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解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家都在考虑的是如何去求稳吗 毕竟队友完成了一个四跑 我已经86万了 兄弟们可以的 这个点赞速度我觉得绝对可以啊 然后呢 那个突然反手一个邦邦 面对一个超修流 修机速度贼快的阵容 你掏一个邦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就是只能相信马哥 马哥你是超越这个游戏的理解的 你是这个游戏理解的 对吧 天花板 或者说马哥就是 我不是游戏理解 一百万了这么快 好的兄弟们 我直接去找老板娘要 那个 就他可能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之前说过马哥 马哥有一种什么感觉 那就是我不在乎你们掏什么 我只在乎我想打什么 我今天想打什么打什么 我哪个状态好打哪个 那看一下吧 看一下吧 讲道理这个邦邦掏出来啊 别说三个解说加我 就我觉得今天在看这场比赛的 所有解说能分析出马哥能掏出这个邦邦的 我不能说没有啊 可能不会超过三个人 可能不会超过三个人 真的我都觉得马哥有点做节目效果的 就是可能赛事组跟马哥说 马哥你看 你队友这边这么猛四跑了 对不对 你掏什么 带个挽留不能留一个 要不给我们搞点节目效果 厂长行不行 马哥说厂长我没玩过 不怎么会玩 那要不就掏个邦邦 马哥说行 对吧 行的同时 手底下一只手伸了出来 节目说懂得懂得懂得 这不得给马哥安排一个大大的红包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就真的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现在的话上来抓卡梦的前锋 这把的话 穷者的一个博命点 是在哭泣小手上面 讲道理 只有前锋就倒在一个不干扰 不干扰队友密码机的位置上 其实以现在的前置来说 基本上就是私人开门战 或者说就是什么呢 卡半救下来就私人开门战 只要卡半救下来就私人开门战 因为这边击倒前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前锋还是个满血嘛 哭泣小丑来了个火箭炮 可以啊 就真的你这边闪现一道带了前锋 密码机多少呢 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两台了 这把外面是一个囚徒 加一个机械师 哭泣要走火箭炮过来 稳定救人的可能性有吧 哭泣要走 走位躲掉炸弹的救人有吧 我只要能够卡半救下这个人来 或者说我真不行 我两个人过来救 只要能把这个前锋 救下来掏下薄命 一刀 密码机真的够 这个球机速度很快很快的 干扰到了 哭泣小丑又来了火箭炮 哎呦我差一点点啊 这把 这把你别说啊 这把无心的这个火箭炮 但凡距离再近一点 这波顶下来了 不过干扰到了 机械师娃娃的密码机 其实是一个很亏的点 这边的话需要 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边赶紧过来 好卡半救下来 可以可以可以 看似这个密码机 好像感觉对吧 只点掉一台 外面的四台机子都有在修的 前方这边吃一刀 倒 倒开 倒开 机械师的娃娃呢 无心这边的话 来帮忙补这台机子 这台机子补完 我们来算一下 感觉好像 跟我想象当中的一个进度 稍微差了一点 因为有台28的机子 没有在动 机械师的娃娃 好像是被炸掉了 还是干扰到了 机械师娃娃 机子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那边28的机子 球图赶过去修 哭泣 小丑这边手里面有火箭 但是他已经吃了一炸 意味着一炸一刀倒地 不是压机救人 有点困难 但还是得救啊 这个局必须得救啊 走位 打一刀 但是这个炸弹阵突破不了 机械师过来了 机械师过来了 火箭炮一炮烘上 救下来帮忙掩护 打得很堵 前锋的话 现在手里面只剩一个飞轮 啥都没有 飞轮 那不够 至少从现在这个局面呢 往回推啊 我觉得这把可能可惜的一点 就在于前锋倒地的位置 是干扰到了机械师的娃娃 如果说不干扰娃娃的话 应该是会有四人开门战的面更大一点了 因为这边的话又是让这边 因为这波娃娃的一个机子被干扰 导致两件事情 第一个娃娃没了 对吧 娃娃被干扰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这边哭起小丑 是因为补了这个机子吃的这一炸 我没记错是这样子的 我当时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子的 机械师现在手里面啥都没有 慢慢炸 马哥如果说这边慢慢炸 拖出自己的技能 他不会在开门战 还能再留人吧 毕竟是马哥呀 猜不透啊 逃个邦邦 我也能保平 前面我马哥上来抓前锋 他掏邦邦 然后开局外面两个修机神仙位的情况下 他抓前锋 你能不能想得透 想不透 最后 老哥还给你来了一个宝瓶 交闪过来 这边的话前锋的球 一撕 算下来的话是 吉亚现在输7分 丢两个大局输7分 这个人最后 不搅啊 这边放下锋 昨天 那边放下锋 因素 对 火锅